表辈吗?大家晚上好啊,近日本的热辣八卦,已经新鲜出炉了,快来回关,看完记得给数点个人留个言我,高于翔最后一次过堂。 今天是高于翔X今案的最后一次过堂,一大早,澳大利亚时间七点不到,就有大批媒体蹲守在法院门口,等待高于翔的现身,七顶一颗左右,高于翔在律师、翻译和助理的陪同下来,到了悉尼地方法院。 今天的高于翔和以往一样,穿着一套很正式的西装,戴着黑超遮面,发行也精心打理过,值得一截的是,据上次9月20日开庭,差不多40天的时间,高于翔竟然已经瘦了一大圈,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看到了国内的报道,所以再刻意减重呢? 高于翔今天的过堂时间也非常短,虽然他在面对媒体,提问是依然面无表情,也没有回答记者的问题,但是去现场媒体表示,高于翔在法庭内和美女翻译及历史有过案情沟通,厅上的气氛比较轻松。 今天是高于翔X亲的案,进入正式庭审,前的最后一次过堂,下一次开庭时间为11月9日,届时高于翔和该案另一名犯罪嫌疑人,王晶,都必须现身法庭接受审理。 此次高于翔过堂,妻子董熊依然没有陪在身边,而董熊的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横店拍摄古装戏,估计他也是在努力赚钱,为了家庭开销奔波忙碌吧。 高于翔这次的案件之前一直在提交证据的阶段,下一次就会正式开庭审理。 具体是时俗,处的时光,金庸先生创作的经典剧作数不胜数,昨天和今天差不多大半个娱乐圈的明星都在发文道念他。 金庸先生虽然已经去世了,但是他带给我们的武侠世界,将会影响整个华语营视圈,而他创作的这些小说也会成为经久不衰,的佳作功后人欣赏。 金庸先生一路走好,可相信也很快会有结果出来,宣署也会为表辈吗?继续跟进的哦,谢贤台王妃和张博之。 最近谢霆锋爸爸谢贤重回PVB做客串演员,剧组为了保护,已经82岁高龄的谢贤,还特意派了专人照顾他。 谢贤近日还接受了香港媒体的专榜,谈了一些关于儿子谢霆锋和王妃,张博之三元的事情,在被问到是否希望谢霆锋在乎时。 谢贤笑了笑说道,关我什么事,他有喜欢的人就一起,不喜欢了就白白,我没有权利去管他。 谢贤还说自己从来没有见过谢霆锋的现任女友王妃,他说,我从来没有见过王妃,这些是谢霆锋的私事,不需要经过我同意。 难道我找女朋友的时候,也要给谢霆锋看看,问他美不美,爸爸跟儿子是平等的,他的感情世界是自己的隐私,他有自己的自由,我不会干预。 在谈到前儿媳妇张博之以及路克斯和Quintus两个宝贝孙子的时候,谢贤说张博之还没有跟谢霆锋离婚的时候,张博之就对少辈非常孝顺,一家人感情很好。 谢贤还说他非常疼爱张博之,有时候看到张博之一个人带两个孩子,他也会感动和心疼,他将两个儿子教育得很好,有时候看到他的苦话,我会流眼泪。 谢贤还透露了一些谢霆锋和两个儿子路克斯和Quintus的相处细节,他说谢霆锋一般一个星期见一次儿子,忙的时候就两个星期见一次。 谢贤说每每一道父子见面的日子,张博之就会让司机将两个儿子走到谢霆锋家里。 谢贤说每次谢霆锋和两个儿子团聚的时候,自己就会去谢霆锋家里,看着两个孙子玩。 他还说常常看到三父子一起坐在谢霆锋的床上,互相因为着聊天。 最后谢贤还开玩笑的表示,两个孩子跟谢霆锋玩玩出来,就轮到我了。 反正两个孙子去谢霆锋家,司机就会通知我。 看来谢霆锋和两个儿子的关系,并不像外界传闻的那么疏离,平时他也是有努力维护与儿子的关系的。 而张博之和谢霆锋也已经正式离婚六年了,都开始了新的生活,还是希望双方都能各自安好。 凌远,搭上吴佩慈被婚夫,自从赵丽女官宣与冯绍峰一领阵结婚后,大家也慢慢发现原来这批八五后小花,都因牺牲情的嫁给了七零后终生。 但其实圈内也并不是所有女性都愿意嫁给同行,也还是有一些女性,会挤破了脑袋想嫁入浩门。 但大家也都知道浩门并不是那么好近的,梁洛诗年纪轻轻,魏丽泽杰,已连生了三个儿子,最初也并未成功嫁入离家大门。 而除了梁洛诗外,圈内还有一女性在连生三子后,也并未成功嫁入浩门。 那就是吴佩慈,尽管有儿子放生,吴佩慈也得到了继家的亲眼相待,但他的豪门生活也并不是那么顺遂。 在这个月吴佩慈四十岁生育时,他为自己举办了一场热闹闹闹的生育啪,宴请了许多的豪门贵妇出席,可这看似幸福的生育啪,却被大家发现老公纪小波及婆婆无一现身。 这也不禁让网友开始嘲讽他只是豪门的生子机器,可这距离吴佩慈的四十岁生日他也没过去多久。 最近他又在INS上晒出自己的美照,并发了想念一个人的我,以此隔空是爱男友季小波,没了季小波的陪伴。 吴佩慈状态似乎也不是很好,前两日,吴佩慈与他的贵妇闺蜜传参加露梦体牌网页活动照出来后,大家发现他似乎瘦了不少,看着竟然有点像是女版的皇帝行。 从吴佩慈的种种举动来看,他与季小波的关系似乎是出现了些问题。 就在今日,T媒报道着季小波与吴佩慈已经闹僵了。 其中原因则是因为季小波身边又多了一位一姓女友陪伴。 媒体爆料,季小波近段时间以来,一直比干女子平凡在澳门及香港两地奔走,而这明星花就是新女王林云。 爆料中还称林远与季小波约莫于去年九月相识,并且两人还时常出入季小波,在才搬到投资的酒店和赌场。 最后台没盘彻,吴佩慈为了宣示自己正宫的位置,还在社交平台上PO出了自己与季小波的甜蜜合照。 其实这也不是季小波第一次被任吴佩慈劈腿圈那女星了。 在十四年的时候,季小波就曾被放在吴佩慈怀孕期间,搭上了如今已经嫁给父亲伯的影儿。 当时季的吴佩慈立刻在社交平台展出了自己的全家福,并配文,我的幸福刚刚好。 而季小波则称自己与影儿是在与吴佩慈分手期间认识的。 但对于此次宣远搭上季小波的传闻,吴佩慈邦表示,希望吴佩慈媒体不要再乱写新闻了,人家才22岁,才成年几年。 不要随便伤害别人的名誉。 季小波方则称不认识林渝,而林渝经纪人陈振宇也否认了这一传言。 陈振宇还在台媒报道下亲自替姚称,两人根本不认识。 不要瞎憋了,谢谢,话说其实就算不是林渝,季小波的花边新闻也一点不少啊。 再这样下去的话,不知道今年已经40岁的吴佩慈,什么时候才能实现自己的好门门呢? 唐嫣罗景婚后手露面。 唐嫣和罗景于10月28日,在维也纳去办了一场十分浪漫的婚礼,原本以为两人举办完婚礼会直接去度蜜月。 不过他们可能没这个打算,因为今天早上有媒体拍到了唐嫣罗景回国县山机场的照片。 照片中,唐嫣和罗景穿着同一色系的风衣,并且都戴着黑色绑球帽和黑色口罩。 罗景在前面很贴心的推着行李车,而另一边的唐嫣则很悠闲,都跟在罗景的身后慢慢走着。 在出机场的时候唐嫣挽着罗景并排走出,随后两人在众多保镖的陪同下,进入停车场并驾车离开机场。 唐嫣和罗景这次的婚礼邀请了不少圈内好友参加。 作为唐嫣十年的好友,胡歌自然不能缺席,虽然胡歌这次在婚礼上并没有重当,最帅伴郎,也不像传闻中说的是婚礼主持。 但是他还是上台的一对仙人唱了一首英文歌表示祝福,胡歌这次演唱的英文歌是主耶稣爱我。 于是有不少网友猜测,胡歌或者唐嫣罗景是基督徒,但是这种非常经典的宋赞诗歌传唱度非常高,很多场合都会用到,所以不能由此就判断他们是基督徒哦。 唐嫣和罗景举办完婚礼就马不停蹄的回国了,估计是要忙着回去组拍戏。 这一对新婚夫妻,还真是权重,又低调又努力的艺人魔法,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经常看到他们两何体秀恩爱呢? 吴依法与生父关系曝光。 今早,路易维登正式宣布歌手、音乐制作人、演员吴依法成为品牌代言人,共同开启非凡之旅,吴依法的时尚资源一直非常好。 早在16年的时候,他就成为了第一个非英国籍的巴宝利代言人,并在德丹里2016秋冬南庄系列的P台首都跨界走秀,吴依法的时尚资源这么好,当然也离不开他天生的外形优势,他不仅有着力气的五官,而且的身高战业极下优势。 而除了这些优势之外,吴依法的成长环境,也帮助了他不少,曾在加拿大生活过的他,能说着一口流利的英文,毫无语言沟通障碍。 除了时尚资源,吴依法的电影资源,也是一场的好,深受周星驰,学科等领导的青睐。 但在吴依法走红的同时,也有不少人认为,那是因为他有着强大的家庭,被警当靠山。 当时网上也爆出了一些,关于吴依法家庭的资料,称吴依法源名李嘉恒。 在他10岁那年,父母关系破裂离婚,之后他跟着妈妈从广州移民,到了加拿大并改名吴依法。 而吴依法的生父则是李开宁,毕业于清华大学,现任中国科学院华南所所长。 面对这样的传闻,吴依法于16年7月5日的时候,在社交平台,弄斥了父亲资料被扒的传闻,趁 No one should ever walk near this line, do what you desire to me, I am indifferent, but never cross the line of family, never... 任何人都不能越过这条底线,对我做任何你想做的事,我无所谓,但是不要越过家庭的底线,绝对不要,而在禁狱,时隔两年后,吴依法在接受美国媒体访问的时候,罕见的提及了自己的家庭以及生父。 当时吴依法在向主持人介绍自己身世的时候,趁自己出生在广州,之后到了十岁的时候去了加拿大,而此时主持人则问了吴依法,一个大家都非常想知道的问题, 你十岁是和妈妈一起去的温哥华对吗?那爸爸呢? 此时吴依法则说道,他们离婚了,在我还是个婴儿的时候,父母就离婚了,之后吴依法还表示,自己是独生子女,并没有其他兄弟姐妹,主持人随即又问吴依法, 所以你父母离婚后,父亲就再也没来看过你吗?吴依法则说,是的,妈妈和我一直相依为命,一直既当爹又当妈,当被问到是否曾与父亲聊过天时,吴依法露出了一个惊讶的表情, 表示自己从来没有与父亲说过话,也没有与父亲有关的任何纪念品,更不知道自己父亲的模样, 而现在的他也已经习惯了爸爸不算身边的生活,并称,我一直很独立,而且一直和妈妈生活,也习惯了把所有问题扛在自己的肩上,我觉得这对我来说也是件好事,说完此番话后,吴依法还笑着说道,从童年开始就非常独立,这也是我为什么能在今天小有成就的原因, 最后吴依法被问到走空后父亲是否有尝试联系过他时,吴依法称,我不知道,我从来没有被联系过,或者和父亲有这方面的联系, 而自己因为太忙,也未曾想过要去联系父亲,看来吴依法的童年似乎过得并不是很好,可即使是在缺少了父爱的情况下,吴依法如今还能有如此成就, 相信一手把他拉扯长大的妈妈估计会很欣慰,而素未蒙面的父亲应该也会为他感到开心吧, 金庸先生过世,即10月29日,主持人李永去世的消息曝光后,昨日大作家金庸先生也被香港媒体付出已经宣誓, 向年94岁,金庸先生的儿子也证实了这个消息,金庸先生的离世震惊了全世界的华人圈, 一直以来他在华人心中的地位举足轻重,因为他曾让无数读者快意江湖于他书中的武侠世界, 也因为根据金庸先生写的武侠故事,改编的剧作收视率超高,成就了无数人心目中的荧幕江湖, 许多曾经出演过金庸先生陛下角色,李一人,都纷纷在个人社交平台发文当面,言语感人, 之前曾出演鹿顶记中为小宝一脚的陈小春发文,小宝就此别过,查大侠走好,说人类点, 当年通过神雕侠与中国乡一脚而出路,光芒的阳密,在今天凌晨下了飞机后,也非常感慨的发文, 刚下飞机,看到金庸先生去世的消息,各种复杂情绪堵在心里,金庸先生,一路走好,相而百别, 而当陈乔恩听到金庸先生去世的消息后,情绪崩溃,一度无法平复, 他除了出演过金庸先生的《笑傲江湖伴》,和金庸先生一家的私交也非常好, 当初陈乔恩凭借一部命中注定我爱你,红遍两岸撒地,而金庸先生的妻子妹刚好是甘局的剧迷, 陈乔恩因此与金庸先生认识,并成为忘年之交, 甚至陈乔恩每次去香港都是住在金庸先生的家里, 今天下午陈乔恩在平静心情后,也在个人社交平台发文, 悼念这位艺师一友的前辈,陈乔恩趁金庸先生为大侠老师, 还说与金庸先生相识,是他一生的宝藏, 并会永远珍惜怀念和金庸先生下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